看看这个式子 你会求值吗 如果你想先把这一坨算出来 那就得算疯了 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巧算呢 你看 2013可以写成2014再减1 2015可以写成2014再加1 看到这两个式子相乘 想到什么了 没错 平方差公式 它就等于2014的平方 减1的平方 再把后面的减2014的平方抄下来 这俩刚好抵消 答案就等于负1的平方 也就是负1 这就算出来了 好了 这个视频我就跟你讲了 巧用平方差公式 以后只要看到两个较大的数相乘 你就把其中一个写成某两个数的和 把另一个写成这两个数的差 然后就能利用平方差公式巧算了 怎么样 会了吗 如果会了 那就速速去抓题吧